如果我是这个男孩的话 我压根就不会怪他 我会怪我自己蠢 我自己瞎了眼 我相处一年半 我不知道这女孩出身怎么样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连这点社会的阅历都没有 这点辨识能力都没有 那么我只会怪我自己 至于别人怎么样粉饰他 那是别人的事情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 他有没有结过婚这个事 我们两个开始交往之初 我就必须把他问清楚 万一你就有老公呢 就怎么可以开始 我说了有我那种可能 就是我知道我知道你 我不揭穿你 我让你自己说 但是我等你这么长的时间 你就是没有向我坦白过 我已经对你太失望了 你为什么不可以对我坦白 就一直用无数个谎言来欺骗我呢 去欺骗一个信任你的人 去欺骗你的亲人 欺骗你的爱人 这样做合适吗 我觉得大家现在变成是 对离过婚的人的一种歧视 因为事实上很多女性 她没有跟人家结过婚 但是她曾经同居过好几个人 对不对 而你只是光明正大的 结过一次婚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呢 对 有什么大不了 你为什么不能向我坦白呢 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们是要结婚的 你有过婚事 有什么大不了 为什么不能向我说 说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成见 没有什么大不了 而对于她是当事人 她想要抓住幸福 那就非常的大不了 所以她说不了口 但是她是用错误的方式 去抓住幸福 这种幸福是抓不稳的 如果她没有爱的话 相信不可能走到今天 不可能带她去见父母 不可能曾经对她说 我想和你结婚 所以既然她们真心相爱了 我觉得男生 就因为身份这件事情的话 是可原谅的 那我想问一下的是 你是跟所有人都说了这一些 欺骗了这一些 还是只是谈恋爱的时候 欺骗了你的未婚夫